一路至海 在俄乌战场中 乌方展现了相应的战略思维 并且取得了不小的突破 俄方的黑海舰队 也因此受到重创 被迫撤离克里米亚 这不由地让人联想 海军实力强横的美方舰队 在黑海战事中 围绕克里米亚大桥展开的争端 是俄乌冲突中关键一步 算得上是几个高度关注的节点之一 换言之 双方在这里投入的兵力 也与之相配 展现了惊人的军事博弈 冲突刚开始的时候 国际社会都认为 俄方的军事体量远远大于乌方 因此乌方不会产生什么战事成果 但最终乌方却是令很多人吃了一惊 特别是部分军事分析员 毕竟黑海舰队称得上是 俄方的海战王牌 出现输给乌方 名声不显海军队伍的可能性 实在太低 这导致当时的军事分析文章 全是对乌方战略安排的不解 克里米亚大桥 作为经济连接的重要枢纽 重要性自然不必怀疑 可联系到上面的守备力量 就让人有些望而却步了 更何况乌方出动的 还是陆军进行打击行动 从表面军事力量对比 我们根本无法想象 乌军胜利的场面 这就和美方海军实力 被评为世界第一 在各个地区进行远洋投送 也没有国家轻言挑战 不过 来到现在再次回顾这番言论 确实领悟到不同的思维模式 俄军的实力 也和这固有的傲慢分不开联系 随着时代发展 现代化战争的形式 更加多样化 不再局限于局部对比 拿俄乌黑海对峙来说 乌方并没有直接 和俄方的主战舰艇对上 而是采取火箭弹 和无人机的自杀袭击 来进行前期部署 让俄方的战舰疲于应对 而且成本方面也不对的 乌方采取无人袭击的方式 将克里米亚大桥多次毁坏 为了维持经济交流 避免出现民众恐慌 俄方必须进行桥梁维护 同时战舰被限制 在局部区域进行应对 性能没有发挥到极致 另外 乌军不断拦截当地的运输船 凭借黑海航线 打断了俄方的粮食出口渠道 甚至导致黑海舰队 撤离了克里米亚 转移到境内港口 实在出乎预料 那么 乌方之所以能够达成这样的成就 实际上都要归功于 对现代化战争的掌控程度 就美方的消息来看 乌方在8月23日 袭击俄方铁路渡轮 致使该船只沉没 而这艘船只属于 俄方补给战线的重要资染 主要提供交通燃料 可谓是后勤保障中的基本资源 因此 这种运补船只受到攻击沉没 说明乌方已经能够 凭借该线路达成更大战果 克里米亚线路 本来就是俄方运补的生命线 如果被切断 乌方南部的正面战场 就可以宣告不战而胜 从2022年 双方针对克里米亚展开争斗 俄方就在该部线路处处受制 大致原因是 俄方无法切实防范 所有的无人化设备袭击 万一被截断形成 在大桥上就会出现 军备物资连带导弹的多重爆炸 直接导致克里米亚大桥损毁 这是俄方无法接受的 一般情况下 俄乌双方的冲突 不会涉及正常的经济交流 也就是说 只要不含有军事物资 克里米亚大桥就还是能过的 一旦再进行军事运补 可能连经济交流都要宣告结束 但是 克里米亚大桥军事职能的限制 迫使俄方选择海陆 黑海舰队的登陆舰变成了护卫舰 这条海上运输线也被乌方盯上 在几个月内就将俄方登陆舰击沉大半 而且乌方的导弹袭击没有到此为止 反而是变本加厉 借由导弹和无人机设备 对当地港口停留舰队展开袭击 导致仅剩的几艘船 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俄军该线路只能宣告停滞 看到这样的场景 美方心中除了涌现 对于限制俄方发展的成就感 想必也会产生一些慌张的情绪 因为美飞的远洋投送运输 几乎就是俄方黑海舰队的复刻版 一旦美方面临同样的战法 照样难以找到反制措施 毕竟美方的远洋投送能力 已经在面对红海狐塞武装势力时吃了亏 多艘舰船已经受损 更别说亚太地区面临的情况 既然乌方能够使用该战法达成目的 中方自然也能够使用 而且中方的产能要更高 对于这种低成本武器 美方感受到的威胁会更大 从这点出发 乌方算是给出了好的潜力 不过将相应的体量考虑在内 智能化 无人化的军事准备 还需要进行一番优化 从黑海舰队的情况来说 在乌军进行多方面的打击行动后 仍旧无力改变正面战场的问题 而且俄方工程队开辟了新的路线 乌方南部战事压力仍旧非常大 乌方想要解决这些问题 还是只能依靠库尔斯克地区的战事进展 这一情况放到美方身上也是一样的 因为美方的经济体量更为庞大 且拥有相应的军事基地 能够形成新的补给线 可能会用更快的速度 进行相应的战略调整 但不论如何 国际社会出现以路至海的战略 实在令人惊讶